今天给记忆力不好的以及家里有老年痴呆家族史的老人们推荐10样东西 本期视频不带任何的广告 我也不推销任何产品的具体品牌 我只单纯就事论事 我所有推荐的东西都是会跟老年痴呆的预防带有一定的联系的 好的废话不多说 第一样东西就是空气净化仪 那我们现在在最新的研究里面发现 空气污染是明确的老年痴呆的12个危险因素 那所以呢如果您所在的城市空气质量一直都不是特别好的话 非常推荐在家中备一个空气净化仪 在空气污染比较重的时候就把门窗关起来 然后启动空气净化仪 然后第二个推荐的产品呢就是绿水器 那自来水产出来的水呢 本来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呢很多老旧的小区或者说一些高层 它的水是泵到水箱上的 那可能的管道中会有一些问题 因此呢会造成一些不好的元素 比如说铝牙什么的超标的 那可能会增加老年痴呆的风险 所以呢增加一个绿水壶 一般来说价格也就100出头就比较好 它呢一个就可以用很久 那一般来说用法就是从上面倒进去 然后它下面呢就会绿出来 可以拿来呢喝啊或者说拿来做饭什么的 然后第三个推荐的东西呢就是一些夜灯感应夜灯 这个呢主要是为了预防老年人的摔倒 因为老年人首先夜间起夜也比较多 睡眠质量呢不是特别好 然后夜间起来经常会被一些东西碰到 尤其是我所了解的一些啊 所谓的老飘族在大城市中给子女带孩子的 那可能被小孩的玩具绊倒之类的 所以呢安装一个这个灯还是很有必要的 走过去它会自动亮起来 第四个东西呢就是体脂秤了 所有品牌的体脂秤都是可以的 那体脂秤作用是什么呢 因为啊就是肥胖体型不好 那这些呢都是老年痴呆的风险因素 现在呢单纯的去测量体重 它并不能很好的反应一个人的健康状态 那现在很多体脂秤都还可以连接手机 帮你判断一下自己的这个脂肪的含量 那一般来说呢比较健康的情况 男性体脂应该是小于18% 女性的体脂呢是小于28%的 那这样呢有助于帮助老年人 构建比较合理的身材 然后第五个推荐的呢 就是一个家用的电子血压仪 那老年痴呆四大法宝里面 其中就有一个控制血脂血压血痰 那血脂呢一定程度你可以用体脂秤 去稍微评估一下 那血痰的话呢这个肯定是不好评估 但是血压的话呢 自己在家中去测是很容易的 如果发现血压增高了 一定要去及时的矫正 通过运动通过吃药 因为血管方面的问题 占老年痴呆发病中很重要的一个权重 第六个呢就是非常推荐 给老年人配一个GPS仪 那这个东西呢可以内置在手机中 或者是一些手环中 那尤其对于记忆力 已经出现一些下降的老年人 对于防丢非常非常的有作用 而且价格也不贵 一般来说也就几百块钱 而且他有的呢还附着在手机的功能中 那如果认知功能呢已经是比较差了的 那最好是用手环而不是要用手机的 因为手机有可能被他丢掉 仅仅只是记忆力下降也要配一个手机 因为有的老年人会在突然某一个时刻 突然不记得怎么回去 那有这个东西啊 他有一个紧急呼叫键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好第七个东西就是非常厚的格观的一个窗帘 那大家检测的时候呢最好到店里拿自己手机的这个探照灯 然后去对着那个窗帘看一下 因为据我所知大量的老年人他睡觉的时候甚至都没有窗帘 或者是薄薄的一层布 那老年人呢 大家以为他睡的时间好像不长 但实际上是因为老年人睡觉很容易被惊醒 醒过来之后又很难睡过去 而老年人呢实际上有强烈的需要保证每晚上七个小时睡觉的一个需求 那这个时候呢换上一个格观的一个厚的窗帘是非常有作用的 然后第八个啊就开始是用的一些范畴了 推荐老年人呢购买一些手上的小玩具 那当然有很多什么健身球啊什么之类的 我非常推荐的就是玩一对小核桃 那当然也不一定是核桃 也可以手里的一些什么小把剑 那这样子呢一直在那运动自己的手 可以在排队的时候或者在无聊的时候坐公交车的时候 都在那玩一玩这些东西 核桃呢也不用买太贵的啊 差不多网络上这样我这样一对核桃 大概也就十几块几十块钱 好第九样呢就是啊去购买一些杂粮 那杂粮呢是越多越杂颜色越多越好 那这样子呢就是把它配合着米饭一起吃 那这样子的生产指数会比较低一些 那子女们呢买这些给自己的父母 可以让他试着在平时的饮食中掺杂一半啊 或者三分之一的杂粮一点点去适应 那对于血管的保护非常有帮助 那最后呢就是各种的补剂了 对于记忆力不好的老年人呢比较推荐几种 一种呢就是啊这种鱼油啊深海鱼油 那其实呢在如果日常饮食是满足的情况下 在额外的补充这些呢啊对他的这个大脑保护是有一定作用的 此外呢还有像银杏叶片啊还有呢像一些钙片 那这些呢当然要建立在日常饮食本来是比较全面的一个基础上 然后还有呢就记得这个是鱼油不是鱼干油 两个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那有一种呢是胶囊型的 有一种呢是拿勺子喝的 那其实喝的那种呢是会更好一些的 那大家可以根据经济条件去购买 他一般来说价格的差异主要跟这里面的EPA和DHA的含量有关 好的那如果有想要给长辈买东西的 那尤其是自己的长辈有老年痴呆风险或者说记忆力下降风险的 您可以按照我的这个指南去购买相应的一些产品 然后再次声明没有任何的广告 没有任何品牌的推广 我仅仅是根据自己跟患者的交流来给大家推荐一些 适用于记忆力不好老年人的一些好物品 我们下期见